我们现在开始讲解对面积的曲面积分 就是 surface integral to area 也就只跟它的面积大小有关,跟方向没有关系的 就像我们曲线积分一样,曲线积分有一种是没有方向的 有一种是有方向的 那对面积的曲面积分 那么我们可以先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还是去找mass 一个 应该叫lambna 就是平面薄片的 就是一个曲面片的质量 就是平面薄片 或者说 就是这个 或者说叫做sing 嗯 一个曲面片的质量 一个 曲面薄片的质量 我们去看一下 它的质量 质量肯定没有方向了 我们知道它的密度 如果知道它的密度是fxyz 就是每个地方它的density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知道density如果是一样的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density乘上它的面积就可以知道它的mass 但是如果density不一样 那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一样的 我们把曲面片分成很小的一块一块 那么每一小块上我们可以认为它的这个density是一个constant 那也就是说dmi我们可以近似的用fxyz 再乘上它的这个面积 那这个是x i 星y i 星z i 星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曲 这个曲面片我们画的够小 它的这个density 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用density乘上它的面积 就是它的mass 那么所有的这个mass 相当于是每一个小片上的mass 加起来 那么可以近似的 用i从1到nf i 星y i 星 z i 星 再乘上delta si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可以求得出它的近似值 那么现在我们给它画的更细一点 画的更细一点 画的更细一点 那我们是不是这个近似程度越好 那么 当这个每一小块的面积近似于0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求个limited 那么每一小段的面积去近0 或者是n 区间无穷大 那这个时候 它的质量就可以算得出来了 因为我们求了极限以后 那我们又看到所有的积分都是这种 有个极限 有个求和 那我们就用一个 这个 这个 积分来表示 因为这是delta si 所以积分区域是在这个曲面上面 因为这里 曲面的面积 这是面积 面积 所以是二乘积分 所以是两个积分 好 因为面积是二维的 那么这是没有i的 那么就是fxyz 然后ds 这是它的来源 我们可以知道 求它的mass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的 把它的密度在这个曲面上积分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ds 有时候我们不会 就是我们可能直接算的话 我们不容易算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计算是怎么样算的 那么如果假如说这个是曲面 我们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这个曲面 曲面可以写成是z 等于f 等于gxy的话 那这个 ds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根号下 1加上g 关于x 导数的平方 再加上g y 导数的平方 然后再da 这个da 这个da是我们投影的区域 这个d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这个2 这个曲面积分 fxyz d s 可以写成什么呢 可以写成在d上的积分 就是这个曲面投影到xy平面上来 根号下1加上gx的平方 再加上gy的平方 然后da 当然说 如果说 如果它给出的是x等于gyz 或者是y等于gxz 那我们同样 同样的方式可以算啊 那么第二种 如果s是用参数曲面给出来的 就是ruv 是等于x uv yuv z uv 如果是用参数方程给出的话 那么我们 这个 ds等于什么呢 这个ds 是等于ru cos rv 然后是du dv 也可以写成da 这个也可以写成da 是ua 就是uv平面上的da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在的曲面 积分 可以写成 是在uv上面的这个区域 d 那 就是f x uv 把xyz 都换成uv 然后是ru cross rv 然后去长度 然后是du dv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说明一下 那么对这个 曲面是这个是rucz等于gxy的话 它的投影区域是这样子 是d 那我们在d 那我们在d上 用这个x等于常数和v等于常数 分解开 然后做一个柱体 我们把每个做一个柱体上来 然后我们看这个曲面 这个曲面的面积 这个曲面的面积 我们直接算这个曲面的面积 我们不知道 我们 我们可以用这个 切平面上的一个平面片 去近似它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底上这个 呃 长方形做个柱体上来 跟切平面相交出来的这么一块 相交出来的这么一块 平行四边形 我们用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去近似 这个 呃 面积 也就是说 那么第一种情况 如果是z等于 gxy的话 那我们看 data s i 它可以近似的用什么呢 我们这一块 呃 切平面上的面积 我们是 我们可以看成 这是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可以用它相邻的两条边 形成的这个向量的cross product来算 那么 这个 这个是我们 呃 y等于常数 这个 这个切线 是 y等 是 x等于常数 这是x等于常数 x等于常数 那 那我们可以看 如果这是delta y 那么 这是delta yj 那么 这个切向量 可以用delta yj 再加上这个 向量 垂直的这个向量 那么 那么 这一段 是delta y 再乘上 g 就是g方向的 那么这个 到底是等于多少呢 那 这个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记作a 这个记作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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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delta s 是 它近似 a 差几 b 我们 求长度 啊 求长度 那这个等于多少 那么我们看b这一块 我们知道b 等于delta yj 再加上 因为这个是垂直的部分 垂直的部分 是k 也就是k 那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呃 是x等于常数的时候 x等于常数的时候 这条曲线 这条曲线的切向量 我们知道 嗯 切向量 那么这个垂直的高度 垂直的高度 是正好是它这个 叫做什么呢 这是f 我们知道这个fy本身就是这个rate of change 所以是fy fy xy 再乘上 我们 fxy 再乘上delta y 再乘上k 这是rate of change fy本身就是delta z 除以delta y 那么 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是delta z 啊 这个delta z 那么delta z 它本身就是 嗯 等于delta z 除以delta y 再乘上delta y 那么delta z 除以delta y 这个就是我们fy嘛 当delta y 去进零的时候 所以 b是等于这么多 所以delta y乘上 g 加上f5y 乘上delta y 再乘上k 那么同理 a是delta x 乘上i 因为它是 y等于常数 所以它的方向 跟x一样的 加上f xy delta x 乘上k 所以 所以我们把它算出来 就是 a 差距b 这是等于 i g k 那么delta x x的i 0 fx 再乘上delta x 这个k i不要了 我们去分量 我们把分量写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b是0 delta y g 然后f y是delta y y 所以这个球 算出来 我们先算这个 这个 determinant 算出来是 determinant 算出来是 i 是 负的f x 乘上delta x 乘上delta y 这是i 那么g 本身是负的 那么是 f y乘上delta x 乘上delta y 再乘上g k 是delta x 乘上delta y 然后再k 那它的磨场 就是 根号下 1加上fx的平方 再加上f5y的平方 然后 这是delta x delta y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所以我们 delta s 就近似于 根号下 1加上fx平方 加上f5y平方 delta s delta y 所以我们得到的ds 就是1加上fx平方 加上f5y的平方 dx dy 我们把delta 都全部换成了d 这是在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是 这个曲面 是用这个显函数给出来的 或者是说 它是一个graph的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形 如果是s 如果是s 是用ruv 给出来 s x uv y uv 和z uv 那么我们 我们知道 那么我们同样的方式 这个下面这个是uv这个平面 这是uv平面 那么我们用u等于常数和v等于常数 把这个区域d 把区域d 我们画成一个 也是画成一小块 一小块的 我们一样的把它弄上来 好 这样 得出的一个曲面 啊 我们一样的 我们去用这个 切 用切皮面 去近似 那么切皮面 切皮面 我们知道 这个曲线相当于是 u等于常数 u等于常数 那么这个 这个向量 它的方向是ru u等于常数的话 这是rv 然后这个长度 正好是r 这个向量是rv乘上dv 这个向量是ru 乘上du 那么这个切皮面的面积 为什么我们说是ru和r 就是这个长度 就是这个向量 我们 这个 那么这一段我们叫 这是 这是u 这是u加上du 这是我看 这是u等于常数 这是v uv 然后这是 这个是v加上dv 这个是u加上dv u 好 那我们实际上知道 我们可以看啊 本身ru ru ru 它本身是定义是ru加上dv 和v 那么 那么 再减去r u v 除以delta u 再求limit delta u去进行 那么也就是说 所以 所以这个向量 所以这个向量ru 再乘上dv 那当然就是就是上面这一块了 就上面正好是这一块的长度 它是我们可以可以认为 那么从从从这看出来 或者说是我们直接用这个tile公式 我们也可以知道 也就是说ru加delta u 那么 那么 那么这个这个点正好相当于是r的u加上dv v 而这个是ru ruv 那么 那么所以这个长度 所以这个长度是r 这是r ru加上dv在这 这个是 这个点 相当于是r u 加上dv 然后v 那么 这么一减的话 差不多啊 这个不完全是 因为这是切平面的 严格的说是ru加delta u 是在曲面上是这个点 但是他们是近似的 当在delta u去进0的时候 他们是 他们的 基本上他们之间的距离基本上是0 所以说 所以我们得到它这个 h 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 面积 这个delta s 就近似于是ru ru 然后du xg rv dv 那么我们当曲进0的时候 就直接是ds 那这个是 如果是delta s的话 这是近似 那么这是写成delta u 这是delta v 这是delta v 那么这个是ru xg rv 这两个才是向量 那是求长度 然后delta u delta v 所以我们得到的ds 就是ru xg drv 然后是du dv 所以我们就是得到的这两种不同的计算方式 如果说是 给出的是参数方程的话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算 如果给出的是graph的话 就是它给出的是 z等于fxy的话 我们得到这 这还少写了f xy 然后gxy 然后da 我们忘记把这一部分写上了 这是我们两种计算方式 我们看曲面给出的具体情况 给出具体的表达式是什么样的 我们就用对应的那个方法来计算 那我们来看 两个立体 我们计算这个 曲面积分 那在这个s上积分 也是v平方z平方ds 其中 s 是 quan的一部分 is part of quan z等于根号下 x平方加上v平方 s平方 z等于1和z等于2 要记得我们积分的话 这里积分的话 我们计算的话 我们最后是画成在这个投影的区域上的 啊 我们不管是graph的情况还是参数情况 我们最后的积分就变成double integral 把ds换成double integral 换成二重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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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首先把图画一下 z z s 是quan的 在z 从 1到2的部分 那是 这是quan 但是它是 是从1到2的部分 那么这个对应的是 z 是z z等于1 差不多就只是这一块 那我们说 我们要把它投影下去 投影下去的区域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z等于x平方加y平方 那么也就是说 那么就是它的投影的区域 首先我们知道 曲面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我们首先看到 区域d是这种情况 xy 那么z等于1 就是x平方加上y平方 大于等于1 而z等于2 就是x平方加y平方小1等于2 就是它的区域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 f 就是f是y平方 z平方 那么g就是更好下x平方加y平方 那么gx的gxxy 就是等于2倍更好下x平方加上y平方 所以 所以它结果是等于 根号下x平方加上y平方分之x 而gyxy 这是等于y除以根号下x平方加上y平方 所以dx 所以dx 等于根号下 1加上gx倒数的gx平方 加上gy的平方 等于根号下 1加上 那么这是x平方加y平方分之x平方 再加上x平方加y平方分之y平方 然后dx dy或者是写成da 那算出来 里面 这两个加起来是等于1 所以是等于根号2 dx dy 所以这个积分 所以这个积分 y平方 z的平方ds 首先我们可以写成是x平方加上y平方小于等于2 大于等于1 这个是我们的投影的区域 投影的 投影的部分 把这个曲面投影下去的部分 那么y就是y z是 z z我们就要用gxy带进去 那么z等于根号下x平方加y平方 所以z的平方是x平方加上y平方 然后ds是根号2 dx dy 那这个很显然这是一个圆形区域 环形区域 或者是圆形的一部分 那我们最好是用 极坐标 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写成这是rθ的话 那么θ就是从0 因为它 是在 在 这绕了一圈 就是圆点在它的内部 那么r是从1到根号2 那我们用极坐标写出来就是polar coordinates 所以是θ是从0到2π r是从1到根号2 那么y是 y就是r sinθ 然后y的平方是r平方 sinθ平方 x平方加y平方 正好是r平方 正好是r平方 然后再乘上根号2 dx dy就是da 所以是r dr dθ 这样就相对来说要简单一点 0到2π 这是r的5次方 所以是根号2 我们先把它拿出来 r的5次方 是6分之1 r的6次方 从1到根号2 然后再乘上3θ的平方 dθ 我们把根号2和1拿进来 我们把6分之1写出来 r的6次方 就是2的3次方 就是8 那么r的1 带1进去r的6次方 那么就是7 这是8-1 然后sinθ平方 我们用降接法 就是用背角 来降接 怎么降接 3θ平方是2分之1 1减上cos2θ dθ 所以是 6分之7倍根号2 再乘上2分之1θ 再减4分之1sin2θ 然后从0到2π 带2π进去 带2π进去 这个是0 带0进去 这一部分始终是0 所以带2π进去 前面是π 所以是 6分之7倍根号2π 6分之1 6分之7倍根号2π 好 那这是 这是我们第一个它给出的这个曲面的表达式是我们的graph的情形 就是用z等于xfxy 这种给出来的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立体 我们忘记 万一样是 啊 没事啊 我们计算 这个 面积 好 四标 走 到 热 一 凌晨 A,我们知道surface area 我们知道surface area就是等于ds 这跟我们面积一样 我们面积就是da da的积分,就是1的积分 1的积分就是它自己的几何量 surface area 它就是在s上积分 对于1积分 那我们从我们前面的推导 我们也就知道 如果它的density是1 那它的面积就等于它的质量 在数值上是一样 但可能单位上不一样 那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sphere 是x平方加上y平方 加上z平方等于a的平方 如果我们用前面的方式 也就是说z等于gxy这种方式来算的话 这个就有上下两半部分 所以我们计算并不是很方便 但是我们在以前在学spheric coordinates的时候 然后我们知道x等于r sin theta sin phi 用这种方式 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用 例如说我们直接用z等于a cos phi 然后当然这个是parametrician 这部分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那这是我们可以 如果说你不知道它的parametrician 我们可以把z平方单独拿出来 这x平方加y平方单独拿出来 这种方式来算它的parametrician 那也就是说z就等于a cos phi z等于a cos phi 那就是x平方加y平方就是a sin phi嘛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x平方加上y平方等于a sin phi的平方 对啊 这样的话就把x平方加y平方当成一个整体 那再把这个当成常数 所以我们就得到x就等于a sin phi 然后cos theta y就等于a sin phi sin theta 这是我们做parametrician的一种方式 我们先用圆的方式给出它的表达式 那我们也就是说这个s 但是theta 显然是从0到2pi phi我们是从0到pi 因为是球面 那我们可以应用我们以前 以前讲球走表的时候 它的表达式 那我们用parametrician这种方式 给出来了以后 那我们也就是说这个s s可以写成什么呢 就是r sin theta phi 这种方式 就是a sin phi cos theta a sin phi sin theta和a cos phi 那么我们就要算r sin theta定义多少 而r sin theta是负a sin phi 3 sin theta a sin phi cos theta和0 而r sin theta和a sin theta和a sin phi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d s是r sin theta 然后去磨成 d theta d phi 那我们呢 把这个cross product算出来 r sin theta 是a sin phi cos theta和0 是a cos phi cos theta和0 i sin theta和a sin theta和a sin phi 好我们来算这个cross product 我们写到下面来 i这部分 那么就是 a sin phi cos theta i这边是0 i这边是0 a mean 这个不过 sau a sin phi cos theta 2 sin phi cos theta hko sin theta iby Reset Keter 应该是加,那负a,负a,sin phi,cos phi和sin theta的平方 再减去,这个是负的,这边是振a的平方 然后是cos theta的平方k,然后我们合并一下 是负a的平方,sin phi的平方,cos theta i 减去a的平方,sin phi的平方,sin theta,这是g 然后后面有sin theta平方和cos theta平方,其他部分是一样的 那么再减去a sin phi 我看,这是a的平方 a的平方sin phi,cos phi,然后再乘上k 这全是负的,我看没关系,当然不影响它们的磨场 好,r theta,xg,r phi的磨场 那我们是这个平方,所以是a的四次方 sin theta的四次方,sin phi的四次方,cos theta的平方 再加上a的四次方,sin phi的四次方,sin theta的平方 然后再加上a的四次方,sin phi的平方 cos phi的平方,再开根号 好,这是cos theta平方,这是sin theta平方 合并一下,就是a的四次方,sin phi的四次方 sin phi的四次方,我们最好写一份sin phi的平方 在cos,再乘上,sin phi的平方 那么后面是a的四次方,sin phi的平方,cos phi的平方 就是可以合并成一个,这里可以加出来 可以加出来,所以是等于a的平方 sin phi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是 这个s是等于ds上积分 那么我们知道刚才θ是从0到2π 我们的范围在这儿 θ是从0到2π 然后ds是a 我们是rθ,是rθ插几rphi 去磨成以后dθdphi 那么就是a平方,sin phi 我们先写d phi,然后dθ 这是从0到2π 0到π,sin phi 就是a的平方 负a的平方 cos phi 是从0到π 然后dθ 0到2π 负a的平方 cos phi 那么从0到π 带π进去就是-1 那么就是正1 再带0进去是0 带0进去是1 所以是2a的平方 2a的平方 然后dθ是2a的平方θ 从0到2π 所以是4π a的平方 这是球面的面积 我们算面积 只需要直接对1积分就是了 这是我们对面积的曲面积分 它的计算方法 计算方法我们给出了 这是两种方法 一种是参数曲面 一种是我们直角坐标系给出的 给出的 显函数表达式 或者是它是graph的情形 那么计算公式都在这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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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